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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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不錯 睡得很痛的樣子 我想要請各位 你們覺得台灣 台灣的社會 做壞事的人比較多 還是做選手的人比較多 但是 我們最近看到每天 凶三案 凶三案 好像有兩件三件 每天都在補黑耶 每天都在補黑 每天都在補黑 像台灣四過 都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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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害那個人頭 你會覺得說台灣社會很奇怪 因為那個 剛才你電視開開 他就跟你說最新報道 喔 說這個 這個凶案調查到哪裡了 這個人是怎樣怎樣 喔 報料很上誓 還有一個什麼女孩開咖啡聽 台人的有沒有 我感覺真的台灣 整個台灣哪像 充滿了速殺的氣氛 哪像我們走路走出去 都會遇到這種事 我經常在想說 是怎樣 我們台灣的媒體 都要 很愛補這種東西 因為 我真的問人好一個人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台灣做選手的人 是超過做拍事情的人 太多太多了 不管是錢的方便 還是說 用 你平常是一種無形的幫助 無形的幫助 那也好 其實我 普遍大家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媒體 怎麼會亂 跟這個形 他怎麼想說 你看每一台 你也尊重在補這個 這台看什麼 不過癮的人 還可以跳到別台 繼續看續集 每天自在一起 補到晚上 都在補這個 他怎麼沒有去補說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團體裡面 很多人 他們是怎樣去 叫做一個家庭 叫做 一些小孩 叫做一些老人 無意無法的人 他們怎麼沒有去補 這些人死過麻麻死 有的人 他一個月 我們沒有多少錢 但是 他非常願意說 他把他一天賺的錢 拿出來 跟很多人分享 我們 也很多 宗教團體 都在做選手 他們怎麼都不去補 那如果我來做一個媒體 我會來補這個 我們也說 那個 台灣有幾個電台 是宗教團體在 在主辦的 所以我們說實在 不管他是什麼 他都在補很正面的消息 都在激勵人心 有一個 有一個 佛教的 那個 那個電視台 基本上 我覺得說 每次我 跳過那個電視台看 稍微討一下 我就知道 他大概在做什麼 因為怎麼樣 其實他在激勵人心嘛 然後 他都在講 說 我們人的困苦時 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去面對 要怎麼去解決問題 不是說 啊 剛才問題就要帶人 是說 剛才問題就要跟人搬心機 去後面講一些話 講一些不好的話 去故意去害人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這些 都很好啊 啊 我們台灣 事實就是這樣啊 所以 如果說 那個電視台 我就想到 那個電視台 他不是放在 最熱門的那個頻道 那個範圍 最熱門的頻道 那些都在做什麼 都在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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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實質的東西嘛 不可以跟你說 讓你的心靈 有受到一些建設性的東西 有的也是說 沒到那些新聞 新聞我們也知道 都受到他們的控制嘛 他怎麼幫你報好的東西 他沒到幫你報什麼 報那不算不算的東西 沒到幫你報說 中國很強的 喔 中國多進步 我們台灣很害 怎樣怎樣 啊 整個新聞都沒有一個寫度 因為主要頻道都是這些東西 啊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 賣東西 啊 還有什麼 談話性的節目啦 好 我也覺得 那些人很厲害耶 這件事發生 根本 從頭到尾也才開始發生而已 他就知道 他的過去 他的未來 全 喔 你看那些民主 大家全台灣事情都知道耶 啊 都說了 喔 很激動耶 啊 現在說說的 全世界他也都知道耶 所以喔 這種媒體 我感覺上 我們 會接任很大的 我不但要 我不但說 想說 要好好來創一個媒體 也覺得說 我們媒體的接任很重大 非常的重大 這些媒體其實喔 我們說實在 他們自己也要自己好好去翻證 是怎麼 你們有這些 管理 有這些 油性 去做媒體 但是你們沒有好好來 架 佩生 什麼這是正確的東西 什麼這是熟悉 我們社會應該有 價格觀的東西 好好讓大家 說社會越來越好 不能說啊 一個 雙三案 兩個雙三案 整天你看到都是熟三案 台灣就是這樣 讓大家說 覺得說人心惶惶 對台灣這樣 沒有 沒有一個 好像 很灰心 又很無奈 沒辦法 電視一開都看到這個 主要的頻道全部是這些 所以我稍等要講的一部分 就是說 我們媒體要怎麼去做 因為 我在思考就是說 我們心得球 我希望未來 只要我在影 我希望未來 我們有能力 來做一個心得球的 周立的電視台 這個電視台呢 我們一行 就是沒有任何商業的利益 因為為什麼呢 現主席的節目就是怎麼樣 就是有很多人 台中公告嘛 那電視要賺錢 一旦要賺錢 你節目的品質 就從外賣去嘛 一個製作電視 這沒有人 製作電視的這些製作人 他 他想說 欸 這公告一萬 對我比較重要 我來製作什麼不重要 所以 所以你看 東西都非常的膚淺 他沒有 他沒有一些正面的教育 包括我們看一些綜藝節目 都在那打打鬧鬧 對 對社會都沒有膚淺 不然 你看 財團 都把所有的主要媒體都占掉了嘛 買東西嘛 什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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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什麼東西 什麼都可以 每款東西都可以賣 所以 當他整個商業的利益接入以後 你就很難 我們 尖對 正經對社會有膚淺的東西去做 因為大家想說 那老闆也想說 我 如果做這個節目 我就要有人看 有人看我才有收入 如果我做 超過冷門的節目 就沒有人要來看 所以我們的社會在裡 就是這樣 無形中 一直沉淪下去 沉淪到最後 大家都不知不覺 現在呢 比如說我們一個社會 只有看錢 看中間賣東西 那像 一切 都是以上業利益為最高標準 所以我們的整個心 都被破壞掉 無錢 無錢 也不是說 什麼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 他們的整個商業結構 就是跟你說 你無錢就是不應該 你無錢就是比人家一家 他們總來就不要想過 想過說 我們人的心靈有多重要 其實我們要向看他去 真的要靠 我們自己本身的教育 要靠本身的 這種心靈層次的提升 我以前在國外 我沒有跟中國人辯論過 他們都說 我現在中國很有錢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看得起他 我們中國馬上會變成 世界的什麼什麼強國 第一個強國 因為我們現在很有錢 那中國人這樣跟我說 我當中 打一湯冷水 不斷打一湯冷水 那湯冷水很冷 又加冰 打給他 我跟他說 你們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 那幾個要跟我說話的人 這樣眼睛很大力 去 喔 我怎麼會說這種話 有人問他說 為什麼 我說很簡單 你要在世界上立足 不是靠你有錢 你要受到人家的尊敬 你們現在還沒有受到人家尊敬 因為你們的文化水準太差了 你們出去到國外 沒有受到人家尊敬 你怎麼會受到人家尊敬 去到飯店 你看現在來台灣那 中國也是這樣 中國的那個觀光客也是這樣 你沒有受到幾季嘛 那你這個心靈的層次 你沒有去提醒 像我看他們的油冷車下來 現在油冷車走之後 頭部都是粉塞 不然就是一些 有了一些垃圾在這邊 我看那個免稅店 他們的載一車一車去中國人去買東西 那是說那些 有在買什麼 紅萊塑的人做什麼 他們都帶去買東西嘛 我經過那一看 這一看就知道中國人來過 我就 我這樣當中跟那些中國人這樣說 所以 他們就很不高興 但是呢 他也說不出一個道理 他沒辦法到那邊嘛 因為我說你要受到人家尊敬 我們自己心靈 我們要有一個 設定一個相當標準的水準 才有辦法 方向他去 所以是怎樣 現在 日本人到現在 為止 全世界都歡迎他們去觀光 因為怎樣 人家很守貴機的嘛 他們尊敬 路車做什麼 穿什麼就穿很多 他們絕對不會穿一扒子 所以 在飯店在那裡捨來捨去 我們台灣以前有 現在有比較少 還是說在飯店那裡 在飯店在那裡 在做什麼 我們台灣有時候觀光團也出去 拿去 拿去找麻糬 去那裡打麻糬 做什麼 人家 日本人不會 當然我們來玩那個不用說 我們後面再說 我們慢慢來提醒 為什麼我們有想到的說 為什麼日本人去到國外 受到人的尊敬 人錢也不比人家少 你說中國錢有很多 所以我跟那個中國人在說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重點 你要受到人家的尊敬 你自己本身的水準要提升 不是人家要給你們看不去喔 也中國人跟我說過 說知道我們很看不起他們 我說那你什麼讓我看得起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拿出來這個蠟來講 但是我們自己就要注意這些東西 現在這些自己的勒索 自己的勒毛 跟大家互動 那種關係 所以日本人出去 你看人家都很多 說話很大聲 去參聽吃飯 拍攝 穿了很多 所以全世界到現在所有的國家都歡迎日本人去 我就不聽說 一個國家很歡迎中國人去 我們台灣過去 我怎麼有發現比較不好的事情 但是 我覺得我們台灣有在進步 這也是我稍微講的教育的部分 教育的部分 我們只有一個方式 來提升我們自己就是透過我們的教育 教育非常重要 包括 從小孩 他開始跟社會接觸 去學校讀書 一直到大學 他在進去社會 每一個 改單 都要透過教育 我們這個社會才會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好 不是說 電視看到雙殺案 我們台灣就是一天到晚發生雙殺案 我們自己要提醒 要讓他看得去 也不是說我們台灣人 現在很有錢 現時多少 剛多少錢 就收到人的尊敬 我們要收到人的尊敬 一定要 你本身的層次一定要提高 所以 我們身體之後 不會非常注重教育 基本上 像說 這種禮節的教育 其實 我們說實在 我們台灣過期 日本時代 教育水準都很好 我跟 我跟 我跟保證 在座各位的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水準都很好 我不是說你們水準不好 我相信 你們上一台 你們不再看過 你們就知道 因為水準很高 我跟 這樣說 各位在座各位的 上一台 絕對水準很好 我 親身也是體驗到 因為 我跟阿公阿嬤 他們表現出來 就是很有淚水 所以這種禮節的教育 這種心靈的教育 我們如果變身體現在 非常非常的注重 我希望說 透過這個 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酒 甚至 可以說 讓我們全國 水準都繼續 提醒 回去 原來的水準 那 這是 心靈教育的部分 如果說 比較細節的部分 基本上 我會怎麼樣呢 我想要 來聽一些日本的教師 來到台灣 尤其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日本 他是全世界 公認 公認 他 道德教育做得最好的一個國家 歐美國家 歐美國家都說 這是 做得最成功的國家 所以 人的犯罪率 各方面 確實都比歐美國家低 這是我們 特地 我們去合適的地方 我們要去借進 要 把那個好的模範帶進來 所以 我在想說 我要來請 那天 包括退休的都沒關係 只要 他們有 這個心想說 還要來台灣 來參加 我們這種 教育的計畫 我會非常歡迎他們來 我們 提供他們 很大親都不要煩惱 當時 薪水也不錯 要來做什麼 教我們的 孩子 然後呢 一邊上課 一邊培養 我們的 種子部隊 種子部隊 也不是說 我只有 學校的教師而已 包括 在座國會 包括 一般 八成 大家都可以參加 我們去 我們去 學人好的東西 跟我們 本來 我們台灣本來 就有很好的基因 我們的隊 本來很好的 基本就說 幾十年來 國民黨招責 自從六十八年前 你 這個 中國 中國人招來台灣 台灣的幾個水準 都給他們救下來 台灣人幾個氣質 都給他們救下來 所以 我們要慢慢 把他 我們又救回來 回到 過去 我們 英雄 那種 優良的 優良的 優良的系統 所以我們要透過教育 來達成這個目標 這個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 會很辛苦 但是 我們一步一步來 外的東西很好 好的東西比較難 但是我們自己要有心心 也要有一個 要怎樣 我們自己要有那種 反省的能力 之後 來做這些事情 就很快 下一個 下一個 我也是說 希望台灣越來越好 跟各位一樣 你們各位 來今天來這裡 上課 也是希望台灣越來越好 啊 我們要讓台灣 越來越好 越變 越進步 就是有一個頂數要走 這個頂數 我們大家打招 來做 回來做 啊 剛才說到教育的部分 我想直接 我來講 這個教育的部分 因為 以前 因為我這裡 當然 包括很多 議員 藝術 文化 價格官 頂頂 因為我們要說 說實在 這些東西要說實在 太多太多 但是我想說 先來講一頂 議員的部分 因為我們後面 新的酒 我在進行的是 多語言的教育 多語言的教育 包括 現主是 我們很多新的 新的酒 有很多客家的鄉親 所以 我已經 去人口的畢業 人口的比例 下去制定 讓客語成為新竹洲的母語 啊 再來呢 讓各位 英語、日語都要討 這 我們都可以透過 我們的教育 體系 放在 學校裡面 規定 規定說每一禮拜 學校 要到幾點 請 那小孩 那小孩才不會去買 記得說 他的母語 他的客語 啊 他去到 學校 就跟老師 當初大家都說 客語 啊 現在出去 回去 回去 家裡之後 會跟爸爸媽媽 跟阿公阿嬤 繼續說客語 他才不會去買 記得 他的文化 他的血 流的是客家的文化 他才不會去買 記得 啊 有人想說 你教這麼多 議員 包括 我也希望說 後面 工作的議員 我們也可以放在學校當中 喔 讓大家去選擇 啊 有的人想說 哇 你一次要教這麼多 語言喔 會不會產生錯亂 喔 基本上就有四種了嘛 客語嘛 好多話嘛 日語 英語 喔 我可以向各位保證 對不會去錯亂 過去 國民黨跟我們教說 你們說台語很沒水準耶 說客語很沒水準 說國三組的話嘛 都很沒水準 說這種話的人 最沒水準 就是說一種話的人 他們自己不會說的話 啊 就說喔 你沒有講國語就是沒有水準 所以 在座 我們生長的環境當中 成長的環境當中 我們被欺負 欺負到最後喔 我們自己喔 都自逼啦 啊其實不用自逼啦 齁 我們不但不用自逼 甚至更要有自信 因為 一個流氓政府 一個流氓組織 他為了要管理我們台灣人 所以 他要用這種手段 什麼手段呢 把你文化的金 抬掉 這個文化的金 一旦抬掉 你文化就沒在了 馬上一個斷層 怎麼證明呢 很簡單 現在 現主席很多 阿公阿嬤 跟小孩說話 都用北京 明明阿公阿嬤 跟阿公客戟 說給我 但是他就要跟這個小孩說話 他就要說 說北京 結果呢 我們也知道很多 阿公阿嬤 老大人 他說了 沒有標準 越說越害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 文化被切斷的一個例子 可能 很多人都沒感覺 但是我個人聽到這裡 之後 我都覺得很痛心 我常常在想說 老闆桑 是怎麼 你不要跟你的孫子說 客義 怎麼不要跟他說 好好的 甚至 你如果要說一本話 也要說一本話 怎麼可以 你原本就是 自由發揮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 說 這個小孩聽不懂 你就懂 你就懂 他聽話話跟他講 其實 小孩是在聽你怎麼講 不是你聽小孩講 因為小孩是在學習 他的模範 所以你不用怕小孩聽不懂 他絕對聽不懂 而且 我們的教育過年當中 也是用壓迫的手段 用壓迫的手段在告訴你 你講別的語言都是沒水準 所以 很多人 學校也是都 尤其 四年級生 五年級生 甚至 六年級 也是 還是要受到這種壓迫 去學校 不能說 說萬人語 不能說客義 但是呢 我今天就是要跟各位說 我们的议员 有很多很多好处 最近有一个教授 我想拜访 我要它找出来 这个教授说 如果你们会讲台湾话的话 英语一定学不好 这如果我找出来 我要给它 好好教育一下 我可以在这里 你们如果要跟他们议说的好 绝对要把佛罗威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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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要把高三组 自己的母义学会 为什么 很简单 讀语言学都 讀语言学的人 语言学的人都知道 英文的频率 我是记得 我这个读是记一个例而已 不是说它的频率是绝对这样 它的频率是比较和缓的 但是佛罗威和佛罗威 它的频率是 起起落落 它的变化比较大 学语言学的人都知道 甚至在研究 语言中枢这种的学者 它们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一个台语 如果说得很好 其实你就有法去应付 应议那个应道 因为它的应料起伏比较少 所以 如果要比起来 说起来 台语 客语这种是最坏欲的语言 你再去欲英语 絕對的会比较轻松 欲日本的也比较轻松 因为日本的 它就是阿姨乌的 这个母音 母音去构成的 这是我们人天生 就会发出的一种 声音 日本的频率它更顺畅 所以更容易学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把自己的母音 说得好 才有可能 把其他语言 讨好 这是绝对的道理 所以 不管后面 后面什么人说 你如果要说英语 你不可以设台语 你不可以设客户 这种人 我们把它发叉叉 不过来 欲英语言 多种语言 大家也知道 你英语言 越来越多 你的头角越好 小孩子就是要这样 从小培养 不要怕 所以说实在 我现在看电视 有能看到那个漫画 卡通 都配那个北京画 我看得很惊 其实 基本上 不需要配音 你直接 听那个原文 原因就好 小孩子会看 他看他就知道 他就会自然去握 去握 去握 根本不用担心 结果配音 配的不三不四 很难听 那漫画 很多都 说实在 那都日本来 卡通 还有美国来 后美国家的卡通 你就让我来英语就好 甚至有法技 也没关系 那是怎样 你要用 硬生生的去配 那个国语 说没这样 孩子就听不 没这种道理 那个 反而那种文化差异 很高 很大 孩子 其实说实在 不需要配音 我小孩在看漫画 怎么有在配音 小孩时 我在看漫画 打一个 打一个 这没在配音 尤其是在看 那个卡通 今天没有配音 所以我听的 就是听音乐 小孩我去做 小孩时 在看 那都美国的卡通 比较多 我就去 那都说音乐 可是一点也没有影响到说 我长大以后 我去 我去 说 影响 说我去学到什么语言 没有啊 很好啊 反而我觉得 我现在头下 还有一些 我们做小孩时 那种印象在里面 所以语言 懂得 最多呢 其实对人的脑筋越好 而且 还有一点很重要 文化的包容度会越高 你有法度接受人的意愿 就有法度去接受人的文化 甚至 后边 这些孩子 我们的兄弟 要讀書 他有法度讀什么 用意書拿来 他就有法度看 日意書拿来 他就有法度看 他这边资料找不到 找不到 他会走到日文的网站 还是说去日本的读书馆去找嘛 这是真自然的事情 是怎样 我们台湾到现在 为止 我们的意愿 让走到这样 要过这些好处 没人去了解 有的人又觉得真自闭 出门都不敢说自己的无意 所以我们的教育要跟大家说 我们多余的教育有多么的重要 可以帮助每个人的疏忽 看一看 文化包容度最更高 你如果要学习什么东西 看行李 看有 看日李 看有 何乐不为呢 所以一项 有 一个教育 他可以造就多少事情 我们为这就能看出来 漸漸 这些事情 我们把一项一项完成 后面台湾的社会 一定很漂亮 因为他包容了各种文化 所以 那天我跟人在开港说 那天 美国 美国在日出前 之前 他有 一个很好的移民政策 因为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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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国家的人材 目前还不够 所以 我现在要讲的虽然是移民 但是 他是一个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对 另外一个文化的包容性 好 语言的包容性 所以 看 今天 有一次 你看 美国 用全世界最多的移民 而且最多的种族 他就是当初时 他整个移民政策 做得很好 他广纳 每个国家的人 结果你看 他跟现实时 收到多少人材 这些人材 帮助他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我们说最简单就好 爱因斯坦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 最了不起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每个国家的人材料 你们知道 结果 他不是 结果人 他是犹太人 他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出台前尽情 犹太人受到破坏 所以 他那准 你结果 他是犹太人 你想想看 假设爱因斯坦 到今天为止 不要说今天为止 日出台前 好了 他又住的帝国 当初时的帝国 是 种族歧视 对 对 要抬油太人 你想想看 那时候 那时候 美国没去接受 爱因斯坦 他又住在 帝国 是不是非常有可能 爱因斯坦没去 对世界 我们人类的贡献 马上就没去 甚至 美国 也反省 实力去 他的 科学的实力 会去掉一大半 所以大家去想像 所以大家去想像 包括 你看 现在 美国 很多这种多余的系统 他在学校 小朋友 来自世界各国 他也会让这些孩子去 供应自己的遗言 当然去到学校 他们主要供应他 但是 他絕對 不说 你 你 你 我们学校 我们这是美国学校 所以你不能说台语 他不这样 孩子回去 跟爸爸妈妈说台语 我们台湾的移民 我看那很多 冬冬的移民 去到美国 他也是很自然 在供应自己的无意 这个就是很重要 这是一个包容 我们有法度去包容 这种语言 就是包容一种文化 透过这个过程 我们才有法度 说越来越进步 所以我说 这教育 尤其 技研教育 很重要 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 它是一个根 如果 如果这个根断掉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也很高励 说 大家回去 跟你的孩子 跟你的孙子 第二代第三代 说你的无意 要尽量说 你怎么自己有信心 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文化是最美的 你们的文化 都在技研里面 没有语言 你们的文化 没有办法传承 所以在座有高杀族的人 我也要鼓励你们 你们一定要保住你们自己的语言 去传承你们文化最美的那一部分 没有语言 我们文化都没去 耶稣 也都没去 你的美学也没有了 你的血脉就断掉了 就是很简单 很残忍 很现实 所以我们要记住 教育 教育 分很多种 我 今天主要要说 意言部分 因为我 真的是很有感触 还说媒体 也是最近 啊 这一星期 我是平常是没在看电视 但是有时候 去骗到 还是会很痛心 因为这看 我随时 我看上星期 我随时骗到 都看到凶杀案 我对社会都没帮助 所以这我们自己要去教育 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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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自己有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买 要怎么走 不是说 空口说白话 我们自己要知道方向 然后拿出来做 包括 教育 教育 学校里面 我最后一行 我相信 我们要 学会怎样 尊重跟鼓励 尊重 鼓励 会再加一招 威胁 恐吓 这种的 极力观 我们要把它拿掉 因为 跟母亲 为止 记我们的学校 还有 大家都知道 还在记小孩子 大过小过 警告 在记这种 我们知道 这是 我们要知道 这是过去 他们国民党 所留下来的文化 我们为什么要保存它 我们要把它拿掉 一定要拿掉 你怎么可以说 一个小孩 不管他大小小 你为 不要说小孩子 我们不要说小孩 成人就好了 在座有谁 喜欢让人家威胁 恐吓的 没有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希望说 我们受到 对方的尊重 受到 人 好 一个人的尊重 你敢不 希望说 随时有人 把你抢核 把你威胁 说 你如果不怎么 我就要把你怎么 要把你打流生 要把你 要把你 把你 放风 要去撞 你家的 我们成人都受不了的 更何况是 还在 学校念书的小孩子 大大小小 青少年 啊 我们也知道 他们现在就是 这样把我们教 我们的教授 为什么 有大过小过 难道三个小过可以换一张 Hello Kitty卡吗 啊 啊 现在三个大过以后 就叫你退学 啊 退学这个小孩 要怎么 你叫他 没所在 撞 撞 啊 可是 他没所在 撞撞 大过是 谁让他去的 是你好好 给他去的啊 那你为什么 不可以用别的方法 去教导他 为什么一定要 给他 寄三个大过 所以 我们要用 那种鼓励的方式 教小孩 教我们的 教授 啊 让 让我们整个气氛 都在我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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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好的气氛 跟人活动 跟人互动时 我们是用尊重 跟鼓励的方式 所以我寄三个小孩 所有的 这种处罚事 我全部要拿掉 一定要拿掉 不可以说 阿伯 你做什么 事情 哦 你作业没教 几次没教 我就要给你 怎么 要给你 寄警告 你哪边什么服装 不整齐 怎样怎样 哦 就要给你寄警告 你怎么没想到 你有教过他 服装的礼节吗 没有 我们学校到现在没有 礼节是包括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穿的学宗 我们台湾的学校 从小学校到台学校 没有一间学校 教我们要怎么穿衣 穿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礼所 你每一个中所 在穿的衣就是不一样 不可以说穿那个睡衣 在人家那个饭店里面 跑来跑去 那些社会没在感觉 结果你要求 这些人一定要做到一个程度 这是社会要 搭起来的这些人吗 穿衣也好 包括我们在楼梨 开车 乘桌摆 都有一定的理所在的 这个教育是我们要去 很仔细的去思考 去完成的动作 不可以说 小孩你怎样怎样 你头毛没毛 头发没有修 太长了 就把你记个小过 所有的教育都是在 每个人 受到那种 上海后 去申生的 所以我们的小孩都不快乐 因为小孩都在教这种的 还有教官给你订掉的 当然教官本来就是没法 但是他就是用这种 那种霸权的思想 在控制你 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把他们的败的败的跡打官 继续 放在台湾 因不过一个尊重 高励的方式 把你教 我们 政客的路是怎么走 一般的理节 餐桌的理节 那是說坐轎車的雷索 有分大小尾 那我們去吃飯 那是開花 都有分大小尾 它這雷索都沒有在幫我們加 那腳踏車也是 腳踏車也有一個公共 就是我的雷索 坐車要排在做什麼 頂頂 很多項的事情 我們都沒有去受到 政客的教育 那個觀念 我們還到現在還沒有受到 很多很正確的觀念 我們沒有受到這些很好的教育 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才會亂 基本上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這種 威脅恐嚇全部拿掉 阿拜 所有的人去學校都會很高興 再也不用擔心說 做什麼做什麼就去找抓 應該是說 小孩做不到沒有不對 大人也會做不到 他在做錯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導正 他說什麼才對 不是說 對著就說 你這個 不對 我馬上要把你報到訓導處 去給你記錄 所以越來越亂 這邊就是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點 我們去跟他回合之後 大家自願就說 對大家說的議員都有主心 那我們可以多項溝通 我自己不會說客義 我也有人說 阿拜 可以跟我們客家鄉親 用客義去溝通 至少 學會說聽得懂 多項溝通 多項溝通 你就不會成形什麼 文化的那種 錯誤的認知 我們想說 這種錯誤的認知 就是說 每天在幫你教 教說 某一個族群 很愛人家 某一個族群 很重生的 但是 你感覺 我們有沒有真正 跟這些族群 生活在一起過 其實沒有 雖然 我們現在出去 大家都南作會 可是我們有沒有真正 跟人家生活在一起 你有沒有真正 說 跟他 做很 經常性的接觸 了解他的文化 了解他的意見 沒有 這種 這種 這個 錯誤的認知 五回就這樣三星 現在 接下來 我又說 比如說 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 我現在 跳來 說 那個 觀光的部分 因為 我是怎麼 馬上要跳來這裡 因為 我們的文化 建立起來之後 我們對自己 有自信 我們的觀光 就要靠什麼東西 就是靠我們自己 對自己 文化的那種 驕傲感 那種自信 你才有辦法 吸引 來 我們的 所在 觀光 才有辦法 吸引 國外的觀光客 來 我們這裡觀光 你如果 沒有自己的文化 沒有自己的意見 哪有 家裡 我們觀光客 去 自己的地方就好了 像 哈威 大家都知道 世界有名 觀光 地 那 說實在 人 一年 幾百萬人 去那 觀光 創造成 哈威 那 很多 收入 第二名 他們 收入 扣 觀光 是第二名 第一名 是收 收 租金 收 軍事 基地的資金 因為美國國防部 要跟他們做 這拜秘書長會跟你們說 他們第二名 就是扣他們的觀光 是怎樣 他們有資料 這樣賺錢 因為他們的地績 他們的地績就是怎樣 他們的地績就是 人社會安定 風景很漂亮 海灘很漂亮 所以一傳十十 千百 你看 一年 每一年三百萬到五百萬的觀光人口 去那裡用 去那裡製造他們的經濟 這就是人的地績 我們的地績是怎樣 我們怎麼找出來 我們的 肯定 不比人家壞的 因為 那整個 整個所在 我去幾個邊 哈威 我也去過 我經常都 覺得很難 是怎麼 我們台灣有這麼漂亮的所在 我們沒辦法去他們 全世界的觀光客 你們如果去那裡製造 你看看 那個太平洋 那個海這麼漂亮 我也去 特別的國家 很多國家看過 我也覺得說 我們這麼漂亮的所在 都沒人來給我們觀光 我們沒辦法考慮賺錢 所以 這就是我們的地績 新地績 也有新地績的地績 新地績有海港 有飛機場 還有很特殊的生態文化 很多人知道 土屋 這家這裡 有那個地績 那個小的那個 池塘 全新地績 幾千塊 很多那種小的 小的池塘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光賣點 因為怎樣 那有它的生態特殊性 那可以利用那個小小的面積 去做一些觀光的活動 包括說新地績 有客家的文化 然後呢 我們隔壁 酒是什麼 我們跟 漁花東組 念作會 跟古山組都念作會 這個可以 推化整個 旅程嘛 所以第一天 星地績 你會看到說 哦 客家文化 有很特殊的客家文化 你吃得到好的東西 看得到很漂亮的設計的包包 不是那種名牌包 是我們真真正吃 我們本土的 那種客家文化的包包 裝飾品 到了第二天 第三天 在你山上 你會看到 古山組的人在那裡 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你會聽他們唱歌 像我自己就很愛聽古山組 的朋友唱歌 他們唱的歌 世界第一 包括大家都知道 布農族八部和音 全世界沒有的東西 我們台灣既然有 這是兄弟說給人的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說有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漂亮的東西 國外觀光要不要來 到時候廣告就主打 主打說 我們布農族的八部和音 對不對 然後我來規劃 我們來規劃 新竹洲幾日有幾日有 這就是我們的特色 這種八部和音 你全世界各國 每個國家 你有辦法打這種廣告嗎 不可能 我只靠這點 這些來吃客家的美食 來聽布農的八部和音 來主打這幾個東西 就可以吸引很多觀光客 這就是我們的特色嘛 這個特色要怎麼來 要靠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對自己文化的主心 對我們醫院的主心 對我們自己文化 所創造出來的那種美學 美學藝術的元素出來以後 那是對我們自己的自信產生以後 才有可能吸引國外的觀光客 才有可能說創造我們自己心肯定 那個驕傲 那個 榮譽感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不然我們台灣都要做這種工作 過去正經洪大 太久了 我們一項一項來 不用中級 但是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我們今天是要靠自己 我們不可以想說 等別人來做 不可能 自己的文化要自己保存 所以你們回去之後 各位 跟你們的親近朋友說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文化要驕傲 要 保存 跟小孩說你的無意 跟周邊的人 也可以也盡量說你的無意 因為這是我們生長的所在 我們 我們 上面 祖先 留給我們 很多好的東西 我們自己要有自信 像說 這種的 這種的觀光的地方 觀光看起來是一個很表面的東西 但是它 卻有 文化 很深層的文化意義在裡面 像說 我們來 做一個 永續經營 我們永續經營 包括 我們的教育 教育是一種永續經營 還有一種東西 也可以永續經營 人民啊 百姓啊 可以啊 因為怎麼樣 這些農民 雞民 勞工 是我們台灣的保佩 我們怎麼樣永續經營它 現主席的政府 怎麼可以永續經營 沒有啊 農民 要給你 討論一下 我們不要說年金啦 我們來說 我們來說 那個 證書 等一下 這 我就是 這就是永續經營的一部分 我們現主席有在做餐的 還是做小孩的時候 我做過餐的都知道 我們的農民 多辛苦 一家庭 賺沒有多少錢 我會逢百姓 現在 鳳太來 要靠沒面子 辛苦 整年趟天 幾個月 飲料 都押下去了 每天早上起床在過 過蟬 過過幾層 過菜層 風太一台都稍稍 乾淨乾淨 要靠正經都沒面子 現在如果修正 譬如說沒風太好了 修正後 那時候感覺比較好 也沒有 介紹 都向北施 雄雄說 含那個飲料的錢都不夠 含自己的工錢都不夠 你現在 介紹向北施之後 又過來了 你賣出去 賣出去 結果 中盤賺最多 大家都知道 大拔 他們賺最多 他現在去到四櫃 跟農民 買賣 買去到市場 中間多少錢 日順都很高 所以這表現什麼 我們 這個不是政府 這是中華民國流氓組織 他完全沒有一款永續經營的概念 讓你自生自滅 讓你自生自滅 甚至在鄙視你 沒有 我們說 我們農民 要創一個農民年金 就說沒錢 結果 他們的 軍公教 老子都有錢 要加薪 要加薪 秦柴法一聲 都有錢加薪 我們的農民 一個年金 要給你增加幾百塊 他就說 會增加國家整體的財政困難 他根本就沒有永續經營 他希望幫你切斷 我們農民就要有永續經營的概念 我們農民自己做政府 真真真奔奔的台灣人做的政府 就是要有永續經營的概念 我們怎麼做呢 醫療一定要免費 現在農民有看病不用錢 你們家裡有什麼人在做農民看病不用錢 你還是有跟我說沒關係 沒有 沒有了 我知道沒有了 但是他們老子看病都不用錢了 病成不用錢了 藥仔買幾百 又拿去中國買 減薄錢 說要給你蓋二代健保 二代健保是什麼 就是要給你蓋價 說簡單就這樣 就是要給你蓋價而已 蓋價要做什麼 養他們的人 我們的農民 就這麼辛苦 就這麼沒錢 所以我們以為要照顧好自己的農民 漁民勞工 我們要照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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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如果我照顧好 今天如果我照顧好 他就擔心 今天如果我照顧好 他就擔心好 那台 如果我照顧好 搜顧好 搜顧好 菜都都 快都全都冷了 不用擔心好 現在風太來 我們要保護自己的農民 保重 我們透過一個企業經營的方式 讓他們附著製造就好 我們來幫什麼 我們來附著來 帶他來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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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像 起碼我今年的收入有多少錢 除了他就不要去煩惱了 當他不用煩惱他的生活之後 他絕對種很漂亮的啦 你絕對不用煩惱啦 種很漂亮 假出來 很多我們都放在臺灣我們自己吃 我們自己贏 他留的產品我們留在臺灣 這還可以創造另外一個觀光機會 因為各國的人來臺灣這裡吃的就是什麼 譬如說好的攝影 一直有的攝影 臉部靜妙這麼漂亮這麼大顆 那一個黑金公 我在剛才看到 不會出去說我 你們要偶看那一粒賣多少錢 他們那一粒 只要200塊 這樣一粒而已 台幼 我們這裡也要300 是啊 那我剛才看到那還不是最漂亮的 所以我們這就是一個觀光機會 甘蔗 芭蠟 丁丁 山羊 那都 我們好的東西都留在 讓我們這裡 可愛的 農民 奶昔丁丁 讓他們去種啊 種種的一粒的產品都在臺灣 所以觀光可以來臺灣 我們還可以做外銷 所以這所有的東西都是環環相扣 那這個就是一種永續經營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做永續經營 只要一個點斷掉 所有剛才我在說的東西 都沒有可能去完成 這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這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管理行銷 計畫栽種 這個就是永續經營 我們要知道 過期 過期 日本 在臺灣時 他在掃查時 他一定價位 這就是一種永續經營 掃查 他掃 他掃 那個手 掃一張手下來 他要種幾張 人都價位好了 所以 每天他說 以前日本人在掠奪臺灣人的資源 我感覺是國民黨來以後 在掠奪臺灣的資源 他去你手上幫你掃嘛 掃查嘛 種柱子嘛 種那個 不是種柱子 給你 種一些 就是說 什麼什麼 水蜜桃一種 他沒有經過一個計畫性的思考 所以吐石流 其實這都有關係 我們旁邊這才的罵怎麼說 就是說 一個計畫性的栽種 過期是本人他在掃查 掃那個柱子不是茶 他就是規定說 你一定要種多少 在一個面積一個範圍之內 你要種多少 柱子 新的柱子 你才可以把 舊的那張柱子掃掉 所以我們臺灣 教法都說 繼續 這個就是永續經營嘛 他們就說 那掠奪資源 像我們過去臺灣 將柱子 張樹非常的有名嘛 日本 繞回去 日本的那個 本土 繞很多 但是 到現在 為止 臺灣的張樹 為什麼 反而比 日本時代的數量 變得更少 日本時代人 沒比較少 甚至 比較少 甚至 可以外銷到國外去 運回 那個 那個 日本的本國 那 理論上 應該人 人 消耗 比較大 但是 我們臺灣 現在怎麼 張樹的 書目 變少了 張樹的 總面積比 日本時代 還要少 這就是沒有永續經營嘛 他沒在 插 他 到底 要怎麼做 他本來就是那種 撥銷式的文化 撥削式的思考 在進行 一個 地方的 摧殘跟破壞 我們了解 這種缺點之後 我們來看 說白行是怎麼做的 不對 所在 我們就要改過來 所以 我們一定要做一次 永續經營 農民要永續經營 教育要永續經營 文化 還有建設 這都要永續的經營 我來簡單 說一個 因為時間 剛才說了很久 我想要說 一行 像說 這種 道路的規劃 我看新特區 像一些高速公路 經過而已 還有一些 所謂的快速道路 建設的真的不多 我就經常在想 新特區這麼大的 所在結果 我們的道路 說起來 沒有幾條 五百八十萬的人口 五百八十萬的人口 可是我們的道路系統 夠不夠 一點都不夠 道路的系統 我們要去做規劃 怎麼樣的規劃 因為目前量不夠 但是不是說 人家越多 所以我道路要去越多 就好 不是這樣 我們道路要設計 宣傳說 一個區域 它的主要道路是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區域 它的主要道路是什麼 這兩個區域要 還有一個連接的道路 可以黏起來 那種道路設計的功能又不一樣 我們身體直接看 看看看看 還沒幾條路在走 所以我也在想說 我們如果要去捷運 大大小小的路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這有間接到什麼 我們的主體跟人口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人口密度過度集中 所以呢 我們也透過這種道路規劃 我們可以來改變人口的結構 不可以說 自體區跟商業區 跟商業區全部混合在一起 這樣子住的品質就不好 那我們透過這種 這種規劃呢 可以建構 大眾的運輸系統嘛 所以不是說 拜託就不用說 家人要買一台車 還是說 做幾台的機車 因為這一般來說 我們車越多到機車越多 環境越多越多 最重要是怎樣 我們生活品質也會越壞 我們就要這種 永續的想法 要怎麼建 這條路開 我們要用幾年 50年 100年 它會在當地造成 什麼樣的人口結構改變 是不是會照我們所想的 來給大家生活品質越來越好 我們一項一項都要去想 所以我剛才說到這裡 可以說 很簡單 但是因為時間正經不夠 阿爸的大家可以幫我倒想 未來的我們要怎麼做 包括 包括 包括我們的地方公益 頂頂的 這我簡單說一下 我如果沒有結束 稍等再頂一聲 這就是我剛才說交通的運輸系統 不管如何 最重要 我覺得大家要有主信 回去之後 趕快做新婚證 越多新婚證 越好 我們接觸款 就越快 我們才有可能 來做這些工作 照顧我們台灣人 照顧我們大家自己人 你們對自己的文化 尋規劃 義言愛有主信 謝謝 大家請起立